我妈妈说他们整个社区都被疯了 在深圳的朋友竟然在潮市抢购粮食了 人生中第一次参与抢青菜和鸡蛋 在今晚的深圳 我就猛的意识到 这次的疫情感觉非常非常的严重 我人在台湾隔着手机 看到那么多有关于疫情的消息 就感觉心里也蛮无助的 我帮不上什么忙 蛮老子的就想说 为什么为什么疫情就突然就爆发了 明明前两天还好的呀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新宿女 是阿莎 这是我的女儿Tina 我是Tina 我感觉我好久都没有像这样坐在荧幕面前给大家录制影片了 最近呢就忙着给我女儿找适合她的幼稚园 我找了好几间 我发现我都挺满意的 不知道选哪一间 然后这几天又加上我女儿出那个玫瑰枕 那出这个枕子之前呢 她会反反复复的发烧 然后终于发烧三天之后 今天她终于退烧了 终于把那个疹子出出来了 这两天我真的是不仅要操心我女儿的这个出疹子的事情 还要担心我在大陆的家人 就前两天嘛 我跟我妈妈视讯的时候 妈妈说他们整个社区都被封了 就不能够出 只能够进 那进来的人呢 还要提供阴性的核酸证明才可以 我妈也是担心我嘛 她就问我说她说台湾疫情有没有怎么样啊 严不严重啊 要保护好自己 要做好防疫措施哦 然后我就跟妈妈说 说妈妈放心啊 台湾现在目前状况都OK 然后我妈她跟我说 她的喉咙都要捅破了 就是七天要三次核酸检测 就是全员检测 我跟我妈讲完视讯之后 我对这个疫情还不以为人 我觉得应该过个十天半个月 就一切恢复正常了 就不会就是七天三件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直到第二天我看到 我曾经待过的城市深圳 封城了 就是所有的社区都封了 而且所有的地铁跟公交都停运 深圳按下了暂停键 哇我就猛的意识到 哇这次的疫情感觉非常非常的严重 不像我之前所经历的那种 因为在去年我们在深圳的时候 不管是就是出现什么本土确诊啊 还是写字楼被封啊 都没有说到停地铁啊 停公交这样子 哇我就感觉真的 真的挺严重的 然后又过了不久 我在我的朋友圈 竟然看到在深圳的朋友 竟然在潮市抢购粮食的 人生中第一次参与抢青菜和鸡蛋 在今晚的深圳 全程大抢购 第一次加入大妈抢购队伍 今天晚上的抢购场景 一下拉回到非典时期 愿春花烂满疫情退去 深圳疫情恶化 城市运行即将处于半停摆状态 大批市民开始抢购食品 超市的蔬菜柜台变得空荡荡 我朋友呢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确诊几例不在害怕的 有疑似病例也不在害怕的 小区被封也不在害怕的 但是看到大家一袋米一袋面 都往家里扛着手就真的慌了 就是大概已经开始抢购粮食了 就很容易造成大家的心里恐慌 我朋友他去超市抢的时候呢 自己也没买到什么 连根葱都没有买到 就在宣布3月14到20号封城的那天晚上 超市里面所有的粮食啊 菜啊基本上都是空的 明天呢深圳就准封城的状态了 所有工厂停工 公交车地铁 出租车全部停运 所有人居家 到处都是买菜的 扛你扛油的 蔬菜基本强光光 基本上没有什么了 水材品不好存的 广东店喜欢吃活的 这个也没有了 猪肉费台已经买光了 基本上空了 买单的人排场队 他们都买单的人 哇塞 自助买单都排场队 我人在台湾隔着手机看到那么多 摇关于疫情的消息 就感觉心里也蛮无助的 我帮不上什么忙 买老子的就想说 为什么 为什么疫情就突然就爆发了 明明前两天还好的呀 就前两天有看到香港 香港很严重嘛 像想说就是 因为深圳那边就是 是封锁的 香港的人也过不去 想说应该不会影响到深圳 不会影响到我爸妈那边 结果 还是就是这样爆发了 这个疫情这样反分不已经快三年的时间了 其实呢我跟Hydra刚在一起没多久的时候 我爸妈妈是非常反对的 因为他们觉得说 再来台湾实在是太遥远了 所以呢他们不同意 但是我好说胆说 我说从高雄飞到长沙或者是深圳 只需要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抵达了 像逢年过节啊 我都可以买机票回去看望他们 可是自从这个疫情真的 我自从跟Hydra结婚之后 好像一次都没有这样做过 因为每次回去都需要隔离 像我的话已经经历过两次隔离了 我真的知道隔离真的挺无聊的 特别的浪费时间 而且我还要带着我女儿 所以她没办法出去玩的话 我作为妈妈来说 我看她是非常心疼的 加之现在呢 疫情又爆发了 我都不知道下一次回去 看望他们是什么时候 就是像我们这种 嫁过来台湾的女生 就有很多已经好久好久 因为这个疫情好久好久都没有回家了 然后呢也有很多两岸的情侣 很久很久都没有见面了 真的我觉得还挺惨的 我们大家呢 从说走就走 变成了等疫情结束后 我们再怎么怎么样 等疫情结束后 我们再去旅游 等疫情结束后 我们就不用戴口罩了 等疫情结束后 我们就可以去外面边走边吃了 就是不知道这个疫情 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结束 我女儿出生到现在 她都是在疫情期间 真的 我们的青春才几年 疫情就占了三年 就是那种无计可施 无能为力的沮丧感 我想到我在去年的12月份 回台湾的时候拍了一支影片 然后有一个人留言说 我在大陆疫情爆发的时候 回来台湾 在台湾疫情爆发的时候 去大陆 我看到这则留言 我真的无语了 照她这么说 我是能预知未来 我要是能预知未来的话 我肯定已经被重金聘走了 好不好 今天不想煮饭叫了外送 我叫了八花云姬的煎饺 还有他们的麻酱干面 也是很好吃的 筷子在这里啊 还有我还叫了他们的臭豆腐 好好吃啊 有谁要吃吗 好好吃呀 爸爸要吃 好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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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好饿 他们家的麻酱面啊 我都会放一点那个辣椒酱 爸爸要做宝宝椅 宝宝宝椅是不是 一二三 一二三 哇 哇 你想吃吗 要 要 好 对我要放这个老干妈 放在这个麻酱面里面 会变得超好吃 嗨 我吃的 你说我在吃饭 妈妈先把头发粘起来 要吃饭了 对不对 你看宝宝头发也粘起来了 这个不烫的 嗯不烫 你吹一下 可是我一个人睡也得多 吃得完吗 吃得完吗 这个辣辣哦 你想吃吗 不要 不要哦 不要哦 我觉得辣外送很方便 像我如果就今天想吃八方云集 那我就辣外送 他就一下就送过来了 而且我发现在台湾哦 自己煮并不比辣外送便宜 自己煮也挺贵的 我觉得买菜挺贵的 然后我们自己还要去煮 一般来说我带他的话 我可能没那么多时间煮 或者是我没有那么经常性的去煮 所以不过来我会叫外送 妈妈 吹一吹就会到 真好吃 谢谢 再夹一片老干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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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老干妈 其实不辣的 它就是挺香的 它就是挺香的 所以我还挺喜欢吃的 在大陆也有卖这种老干妈 它会种类比较多 那我在台湾只看到这个什么 鸡油辣椒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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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大陆那种豆豉味 会比较的 这比较符合我的胃口吧 你看 再看一下 你也看一下 你也看一下 嗯 我感觉 我一个人点来两个人分量 所以这个 这个尖角 鸡油辣椒给嗨哥吃好了 好啦以上呢 就是这支影片的所有内容 那还没有订阅阿丽莎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阿丽莎 这样才不会错过 莎莎的下一期影片哦 也欢迎大家追踪莎莎的 IG和脸书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啦 拜拜